幻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雨果奖科幻小说《三百周年国庆》 原著乔·霍尔德曼 1975年科学家们指出 太阳可能是一个双星系的组成部分 当然,由于太阳的半星未被发现 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必定又小又暗 而且距离太阳打几千天文单位之遥 1987年,无人探测飞船离开太阳系 去太空探索 探测器在太阳系外探测到密集的辐射线 科学家声称 辐射来自人类从未听说过的两个星球 这两个星球是小型黑矮型 两个星球互相环绕运行 环绕太阳运行一周需要35万年 其中一个星球有反物质构成 这是一种触及真正物质,即爆炸的物质 两个星球与太阳的距离是地球距离太阳的5000倍左右 科学家称,两个星球不会对地球造成任何危险 它们距离太远 此后,这两颗星球被命名为岩胶和漩涡 2040年,随着地球太空科技的日新月异 戴达罗斯飞船开始了创造 这是史上最大的飞船 科学家们计划将地球上的旧氢弹作为燃料 飞船的大部分是在太空中建造的 材料取自月球 它们差点就要建造好了 但是地球发生了示威游行 人民不肯让它们使用那些氢弹 因此,从地球各国收集的氢弹都被存放在地球一个研究基地里 于是,太空飞船的建造就被搁置了起来 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细致入微又毫无价值的工程 不仅充满危险,而且劳民伤财 2075年,参议员康纳斯坐在办公室里 他担任着国家科学协会联络官的角色 这时候,塞尔博士来了 他们两人寒暄几句之后,开始进入正题 塞尔博士说道 我们的探测器发现 十一光年之外的天鹅座61号星球 存在着一种智能文明 是个双星,有一个黑暗的半星 我们收到了一大堆混乱不堪的广播信号 信号非常微弱 但显然不是任何一种天然来源发送的 我们没能与它们产生交流 康纳斯说道 关于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塞尔博士说道,目前有两个措施 第一,我们正在尽力弄清信号里的讯息 当然这挺难的 第二,我们要给对方回音 而且我们不想跟他们低声细语的交谈 我们要呐喊 要引起天鹅座61号的注意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 这,就是我今天与你会面的目的 参议员沉默良久 他说道,又要搞一次灯火管制吗 上次的电力实验导致轨道电动汽车突然停止供电 数十万人丧命 这样做,太危险了 博士解释道,我们只需要集中电力网12个小时 我们的设备是一个大型微波激光器 它发射出一束密集的光能 足以让它射到月球上的电力网 最终,电力将转换为无线电波 并将电波发向天鹅61号 这足以让天鹅座意识到是地球发送了这个信号 康纳斯思考良久 他说道,这确实是个让人为难的办法 还有,美国建国三百周年就要到了 人们都期待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起草一份文件 建好戴达罗斯号飞船 并去探测岩交星 顺便写上向天鹅座发送信号的事宜 但至于能不能通过 我无法保证 2075年2月 戴达罗斯号飞船上 船长正在和一个副手说话 船长说道 塞尔博士那里没有任何消息 国家根本不会冒险把电力供应全部给我们使用 那么我们就无法发送信号给天鹅座61号星球 可是我已经有办法来接触 副手疑惑地说 使用可见光吗? 还是红外线? 查理谨慎地说道 咱们准备用船地的办法 用戴达罗斯号 飞船副手很快就明白了船长此话的深意 原来 岩交星探测只是个计策 以便能够说服地球提供氢淡燃料 等飞船到达了岩交星 可以在那儿收集几百万吨TNT当量的反物质 再从漩涡星收集同等数量的正物质 巨大的反物质能量能够给飞船提供趋近光速的速度 而最终的目的地是天鹅座 船长说道 这是秘密计划 此行的时间不久 我们足以往返地球 计划要保密 但等不了多久了 在原型剧场里 三千名宇航员安静地坐着 塞尔博士刚刚给他们讲述了远征天鹅61号的计划 他说我们保守估计要在飞船上待上九年左右 但我们的征途将被历史铭记 所以我请求诸位要为最伟大的事业保守秘密 直到我们起飞 现在我要跟诸位谈谈挑选船员的事 我们有共大约一千人工作的余地 终于船员们挑选完毕了 几千人确实好不容易保守了秘密 三百周年庆祝活动 实际上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人们沉浸在盛大的庆祝活动里 乐此不疲 那些废弃的清淡被改造 运输给了戴达罗斯号飞船当作燃料 2076年6月 戴达罗斯号飞船已经准备完毕 查理发布了通告 飞船下个月前往沿江漩涡双星 飞行二十个月后开始执行采集任务 之后返回月球基地 但只有船上的人知道这则通告只是给地球人看的 因为他们另有安排 2076年7月 戴达罗斯号起航了 飞船驶入了无尽的虚空 他们以近乎十分之二的光速飞行 前往双星 随后 飞船发回了该双星的照片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都异常兴奋 但地球人不知道的是 戴达罗斯号即将叛逃 果然 戴达罗斯号采集完返物之后 就改变了航线 船长对船员们说道 我们的计划肯定违背了地球人的意愿 但这次航程结束之后 我们将再遇而归 我们采集的反物质能量 以及与天鹅做文明的接触 都会让地球人大开眼界 而且船长认为 地球已经不再是他们担惊受怕的事了 但前路上还有哪些严峻的挑战 在等着他们呢 2077年6月 戴达罗斯号叛逃的消息 在地球上不静而走 人们在惊异的同时 飞船也遭遇了事故 在戴达罗斯号飞船自动驾驶的过程中 一大块物体击中了船尾 正好击穿主船洞反射层 毁了一套控制传感器和一台发动机 飞船仍然可以保持加速飞行 略低于一个重力加速度 但无法驾驶 也无法关闭主船洞装置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查理向地球总部发回了求救讯息 戴达罗斯号公元2081年 地球公元2101年 24年后 地球收到了飞船发回的讯息 新闻报道了这则事件 以下是新闻内容 今日收到戴达罗斯号太空船的信息说 由于飞船无法减速停机 飞船在400天文单位距离之内 越过了天鹅座61号 实际上这艘飞船大约在11年前 越过了那个星球 该信息用了很久时间 才传回到地球 我们不能确知 现在飞船到底在哪里 他们经过双星时 反物质能量使得飞船趋近于光速 由于存在相对性 当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 飞船时间似乎过得较慢 因此在这11年的行程中 对于他们来说只过去了4年 飞船燃料充足 可以支撑不断加速飞行 直到银河系边缘 到那时 船员们仅仅多了20岁左右 但是要到2万年以后 我们地球人类 才能听到他们的消息 戴达罗斯号公元2083年 地球公元2144年 康纳斯议员99岁寿终正寝 临终甚为悲痛 近年来媒体披露出 他间接帮助了戴达罗斯号飞船 也使得他深陷舆舆润漩涡 晚节不保 戴达罗斯号公元2085年 地球公元3578年 经过七年多的船上研究和发展 船员们好不容易把发动机关闭了 由于使用尖端摇测技术 修复工作胜利完成 未曾危及人命 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十分宝贵 他们再也不仅仅是探索者 他们是殖民者 而且飞船已经消耗了将近一半燃料 已经没有回地球的机会 他们成功修复飞船的消息 将在15个世纪以后 船回到地球 到时候地球上是否有人来检测这则信息 此事颇费猜疑 戴达罗斯号公元2093年 地球公元4776年 在飞船减速飞行期间 船员们在航线上研究过几个星系 他们发现了一个类太阳系的恒星系 于是对准它飞行 飞船开始了着陆准备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戴达罗斯号的船员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则信息传递到地球的时间 恰好是美国建国三千周年的日子 然而三千周年之际 美国本身有几分金不如稀了 海洋中充斥着艳养微生物的非红色浮渣 城市已经陷落 城市的废墟已经差不多被永不停息的杀暴磨灭 没有准备焰火 因为没有观众 因为没有人员策划 太阳系里仅有的人类后代 居住在太空舱里 他们管理自动机械 不再理睬已经死亡的地球 他们仍然崇拜着天鹅星座 但忘了为何要崇拜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